大家好,我是讀球小宝贝 今天宝宝带来巴西甲分析 阿拉格斯队上巴西国际 阿拉格斯本赛季拿分还是靠主场 联赛至今球队一共赢入场 情终主场占市场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赢的都不是抢队 巴西国际本赛季掌球不少 德斯球变得活跃 不过近期成绩不稳 自从决赛输球后 心气颇受打击 本场比赛开出客队让平板 虽然客队近期较低迷 但两队实力相比 客队还是略胜一筹 本场宝宝觉得 巴西国际可以抱有希望 本场推荐巴西国际腐败 精准的球赛分析 尽在独球小宝贝 喜欢请关注我 或添加我的微信 Live176666